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由于现在人们生活的习惯,饮食不科学,很多人的体力都大量的湿毒,而湿毒表现症状为体内湿气比较重,会让人觉得困倦,身体四肢沉重,没有食欲大, 尤其是手脚冰凉,皮肤起疹,脸上黏腻不舒服,甚至出现了肠胃炎,口腔炎等等,所以很多人脸上长痘,长斑,并不是皮肤不好,也不是减肥减不掉,并不是自己没有努力,因为体内湿气倒的鬼, 湿毒的产生有很多原因的,比方说喜欢吃汉用的东西,喜欢夏季待在空调房里面导致身体不排汗,或者是饮食过于油腻等等。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能够很好地排出湿毒的食疗好方法。 这道食疗方,坚持地喝上几天,可以排出体内所有的湿毒湿气,美容养颜出白病,我们跟着视频了解一下这道的方法吧。 我们先准备一把嵌食,嵌食能够健脾异味,补肺清热,去风胜湿,美颜注容,轻身粘粘,有粒水消肿,健脾又去湿,清热排涌的功效。 体内有湿气的情况下,可以吃一些嵌食,平时煲汤喝,或者泡水都很好的。 有助于去除体内湿气,具有很好的好处。 湿气是中医的一种说法,是指皮蕴化水湿的功能失调了,导致湿血聚集于体内形成的病理变化, 嵌食有嵌皮缺湿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体内的有湿气的现象。 而且体内有湿气可表现身体沉重、乏力、口中粘腻、大便唐息、恶心呕吐、肚子胀、腹痛等等。 一般与饮食不节,暴饮暴食、运动不足、环境潮湿等因素。 治疗方面能够通过服用具有健脾力势功效的中药,或者食物进行调理。 嵌食是一种中药,也是一种食物。 性贫、胃肝、色、龟脾、圣经、益肾固精、补脾止泻、去湿脂带的功效。 日常吃一些嵌食,有助于健脾去湿,对于脾气湿热所致的腹胀腹脉、大便唐息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嵌食煮水盒效果会特别好的。 而日常生活,如果体内有湿气的,在饮食方面,饮食清淡为主, 避免寒凉生冷、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更不能包饮包食,而且要戒烟戒酒,规律作息,不能熬夜,避免过度的疲劳啦。 一定要锻锻炼身体,如慢跑、游泳、跳绳、爬山等等。 英米被誉为世界河本科植物之王。 其实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英米可以说,能够去除身体里面的湿毒。 英米作为一种中药,腥味肝、微寒,能够消肿健脾又去湿,而且还可以清热排浓。 坚持吃英米,可以彻底地排控身体里面的湿气,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 而且英米还可以防癌抗癌。 健康人吃英米,可以使我们身体清洁。 减少肿瘤的发病几率。 而且英米可以防止皮肤病。 英米当中所含的维生素B、维生素E,是一种美容的食品。 也能够保持人体的皮肤光滑细嫩。 消除粉色斑,改善肤色。 而且吃英米对慢性肠炎,消化不良有很好的效果。 英米比较寒凉。 如果皮育不好的人,可以把英米炒一炒。 炒过之后的英米,能够健脾除湿效果更好。 并且英米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钙,以及硫氨素,黄素膳食纤维等多重的营养素。 脂肪含量比较低大。 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吃一些英米。 再准备山药。 经常吃山药,可使睡眠质量改善。 心情愉悦,充满活力,显得比较年轻。 获得身心的健康,而且可以延缓衰老。 山药具有滋补细胞,强化内分泌。 母义强壮,增强集体造血功能的作用。 可锈生肝饶素,改善机体棉功能。 提高抗病能力的,对延缓衰老,进程有很好的作用。 山药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具有氧血、补血、抑郑、烤氨的功能。 山药的主要成分是淀粉。 提供的一部分可以转化为淀粉的分解产物胡晶。 胡晶可以帮助香化。 所以山药是可以生吃的, 吃药都是药食童原的食材。 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 吃药豆能够起到健脾除湿的效果, 也能够起到清热除湿的作用。 服用之后,能够加快停的药物排出, 减轻停烈的湿气含量。 吃小豆的去湿效果是比较好的, 能够沥水消肿又去湿。 在平时的时候, 我们煲汤喝, 都可以放一些吃小豆, 能够去除食品的毒素、湿气、垃圾等等的。 山药含有比较丰富的纤维素, 它可以降低胆固醇。 因为膳食纤维, 可以缩短食物通过小肠的时间, 常常减少胆固醇的吸收的。 有利于胆固醇转变为胆酸, 胆酸质而排出体外, 避免了血胆固醇的含量增高的, 减少了多余的胆固醇和 比方沉积在血管壁上的机会。 山药含有的燥肝, 可以降低胆固醇和肝油三脂。 绿豆能够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的, 可以促进低音的毒素、 废物的排出, 用来改善生活导致到腹部胀满, 大便根结, 小便短吃, 咽喉肿痛, 绿豆性寒, 可以起到营养消暑的作用。 比较适用于夏季用来消暑的, 在夏季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 身体会大量的出汗, 容易引发水滇解质混乱, 可以用来改善输热, 乳渴, 小便不利, 绿豆里面含有的氨基酸、 氨胺酸等多种氨基酸的成分, 营养比较丰富, 经常吃绿豆, 可以增强体质, 提高免疫力大。 聘尺经常喝一些绿豆水, 可以把身体里面一些毒素、 搭击全部排出体外, 使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更健的状态。 接下来把温水满好的所有食材倒入养生虎中, 加入清水多来一些, 中小火焖煮2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收钱你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温住好之后, 我们只喝水就可以了。 这几种食材搭配到一起, 具有明显的去湿效果, 而且可以治疗因外感湿热, 或是热度而引起的小便补力, 排尿灼热感, 腹部张满, 肢体浮肿等等, 用于改善因外感含湿 引起的肢体关节沉重, 可用于治疗因脾胃而导致的腹泻, 大便不成形。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电话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